今天不说废话 直接介绍一款80年代末期 火遍全球的阶级游戏金服 在国内也被称之为战斧 游戏故事发生在古时的幻想大陆 一名受伤盘生的队友莫名遭到垂击 他用最后一口气告诉男主角 窃取了金服的恶势力绑走了国王公主 一定要替亲友报仇 当我穿过空木林来到海归村 便看到无辜的孩子们在尖叫中逃窜 就连村口的妇女都成为了他们脚下的玩物 吃我火龙烈焰一口 你们这帮恶徒实在欺人太甚 接连穿越两个大关 一路艰辛抵达城堡大道 守卫的盔甲在影 都无法抵御勇士拯救王国的决心 在城堡门前 见到手持巨斧带着牛角兔归的经典boss阿德尔 千万要小心阿德尔释放的跟踪地拨拳 靠近后连砍带船 才能让他吃尽苦头 最终旋转的同府落下 终结了他的生命 当我迫不及待地拉下机关解救国王公主 妇女团集后却一言不发 游戏便在此刻戛然而止 通关画面中额毛笔画下finish缩写 在大大的祝贺面前 似乎一切皆大欢喜 然而你是否也发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细节 boss出生之前 只不过是一副散落在尸骸中的破烂盔甲 地面上的玉璃璃散起灵魂不断向中心汇聚 才赋予了他生命得以重生 这场灾祸的背后 可能另有他人在暗中操控 这扇紧锁的大门背后 究竟又埋藏了怎样的秘密 游戏结束了 但金服的故事才是刚刚开始 不过遗憾的是 金服并没有什么分支路线或是多结局 无论怎么尝试 玩家都根本无法进入最后的大门 只能击败boss触发刚刚的简短固定剧情 不过我发现 游戏后来又移植到了MD平台上 或许这个游戏平台才能解开这场谜团 为了一探究竟 我购买到了一份MD版金服 同时也带来了一套用于运行他的MD游戏机 MD是十家公司在1988年发布的第五代游戏机 也是世界上第一款16位家用游戏机 64KB的显存 能让你在家里就能享受到街机听般的游戏体验 进入游戏 人物颗粒饱满 色彩鲜明丰富 动作流畅 是一款遗志的十分出色的佳作 在附带的游戏说明书中得知 女战士和矮人的亲友都被恶势力残害 男主角更是凄惨 就连母亲都被残忍杀死 妈都没了 男主角还怕你们这些虾兵卸假 哪怕是再通关一遍 也难替战士抱心头之痕 第四关男主迈上平台后 空中不断飘出羽毛 这似乎是个飞行的路面 不过要注意钻出来的骷髅恶铃 他们的攻击欲望极强 而且十分狡猾 喜欢绕后两面夹击 因此游戏难度很高 来到关底 才知道这哪是什么会飞的路面 原来踩着的是一只巨大猎鹰 一路将我驮到了城堡大道 在大门前 男主再度和Boss一番刀刃相见 消灭Boss 又一次轻车熟辱的解救国王公主 我尼玛这半天 我是在捣鼓了个寂寞 这和阶级版能有啥区别 我也能让我感到有一丝欣慰的是 MD版的公主终于会开口说话了 说着对我的救援表示感谢 正当我准备关闭游戏时 片刻过后 公主却又一次迟疑地开口 她告诉我 刚刚的Boss似乎受到了某种操控 他曾经好几次消失在背后的大门里 问我是否愿意前行冒险 接着城堡大门开启 里面竟然还有隐藏的第七关 这是阶级版所没有的关卡 残暴的强队处理着骷髅士兵的雕塑 仿佛是一种对恶灵的崇拜 杂兵们受到内部一点操控纷纷黑化 更加凶狠 来到城堡大厅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Boss本体 他正以蔑视的姿态坐在王座上 你这瞧不起谁呢 但是起身后才知道 人家的狂傲是有资格的 除了加强版的地裂波动拳 还有两道雷电划骨的天法 甚至能召唤魔龙吐息 一旦被攻击到 基本上一条命就没了 一同如理薄冰的操作后 我才算勉强打败了这个 长得像个狂战士 其实是个法师的变态Boss 之后安全回到了外面 公主决定嘉奖主角大师头衔 她终于替世纪的母亲报了仇 也捍卫了战士的荣誉 但是 习惯大陆真的就能恢复和平了吗 我们都知道 游戏名字明明叫做金府 然而游戏中我们却看到 城堡外的Boss提身使用的是同府 而城堡内的真身使用的是 一把和矮人相同类型的破碎之符 王国遗落的神兵金府 却至今下落不明 没有找到威力巨大金府 说明世界依然潜伏着危机 通过网上查询资料 发现金府还有续作 这其中 可能就埋藏了关于金府失踪之谜的真相 带着疑问 阿玉购买到了一份金府二代 让我们一起进入游戏寻找答案 当男主角回到村落 却发现村民惨死在家中 年老的长者被吊在枯木林 忍受恶徒的折磨 这些来自另一个帝国的邪恶士兵 正试图蚕食我们的家园 到达第三关楼塔末尾 我进入了犬崖伺户的巨型洞穴 敌人甚至已经不是人类 而是由蜥蜴化身的人形怪物 洞内潜伏的危险 使人既恐惧又兴奋 这个洞穴深处直达地下世界 吃热的岩浆沸腾翻滚 高温下的热气开始扭曲变形 神群结队的蜥蜴人不断出现 末尾还有体格建树的狗头怪物坐镇 玩家很容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还好我一路保存了魔瓶 召唤狂风之力化解了危机 但是没想到 熔岩洞穴其实还别有洞天 这个密道连接着一座死亡之城 狡诈的敌人竟然藏得如此隐蔽 来到死亡城门前 打开大门走出了一名无头骑士 直觉告诉男主角 门后的世界就藏着苦苦寻找的金服 无头骑士虽然没有花里胡哨的技能 但是手中的利刃判定范围很大 如果鲁莽硬刚必定会陷入困境 一定要把握好攻击间隔 置举敌人 当骑士被消灭后 我连忙冲向大门 然而游戏提示我来错了地方 只有在困难模式下才能进入其中 哇靠 这游戏也太硬核了吧 就连正常模式下 我都是一路磕磕碰碰 已经感觉非常吃力了 难道我这样的弱者 连进金服的一面都不配吗 我不服气 回到标题设置难度为困难 经过一番苦练技术后 我终于流着泪 重新回到了这里 熟悉了敌人的攻击方式 击败骑士自然也是如鱼得水 进入大门 却是一个空旷的豪华大厅 忽然一柄24K纯金战斧 从空中落到大理石平台上 一阵耀眼白光过后 黑暗君主告他拿走了金服 原来就是你害我找了这么久 自己还造了一身黄金战衣 你还挺会穿搭的啊 事单力薄了他 被我拳打脚踢后 使出下三段手段 召唤一群骷髅小弟 不过还留着三次虚观机会 直接硬钢焊死老鹅鬼 周围开始闪烁着一堆异能火球 之后三位核选角色 又被火球传送回家乡 聪明热情的拥向救世主 他们成为了英雄 按理来说 这场冒险就应该结束了 可是仔细观察 却有一个令人费解的怪象 本来大家就是来找回金服的 然而我发现三位战士 竟然没有带回 属于自己国家的金服 黑暗君主告的死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后那些传送主角回家的火球异能 根本不是善意的帮助 而在一代中 也有一个奇怪的关卡 巨大的利鹰 虽然会带着玩家 一路飞到扣鸭国王的阿德尔城堡 但是他的背上 却会生长出骷髅恶灵 自身绝非善累 看来有人在背后谋划 一路上暗中推波助澜 静静地坐享其成 在1993年 街机格斗游戏大热 动作横板清关类游戏 逐渐冷淡下来 当时的世家公司 也已经将重心转移到次世代游戏主机 土星的研发中 但是为了给玩家一个情怀的交代 还是在困难中制作出了 MD平台独占的金斧第三部 可惜最终结果只能残淡收场 销量稀少 还好从一位日本卖家手中 我得到了一份金斧3 当我兴致勃勃放入游戏机 发现它竟然没法运行 该不会是年代太久 卡带芯片拿坏掉了吧 不过最有可能是游戏机的问题 金斧其实是一款三件游戏 为了压缩视频成本 我购买的这台游戏机是MD的第二号机型 是一个主板经过精简三件 售价更加清明的六件版本 金斧一代二代还能完美兼容 但是没想到遇到卡带结构 更加复杂的第三代就顶不住了 为了运行游戏 我一咬牙还是买了一套MD初号机型 预算最充足的它 采用VA6大主板 手柄为三件 虽然综合性能最强 但是造价成本也高 比其他机型重上不少 放入卡带 终于可以继续进行冒险了 在金斧三代 画面更加精美 核选人物增加到五个 玩家甚至可以自己选择分支路线 进入不同的场景战斗 唯一让我感到不悦的是 明明游戏画面在逐步提升 女角色的衣服怎么还越穿越多了 在上一次金斧之争结束后 守护金斧的矮人在回想途中 突然遭遇到一阵猛烈的暴风雨侵袭 混乱之中 金斧被神秘人偷走 矮人委托我们前去揭开最后的秘密 主角不愧是神力战士 当魔法兵挤满后 释放的终极大招排面十足 召唤深海的龙卷动画效果 长达十秒 十分待感 我沿着长矛士兵的行踪 离开热带雨林时 来到了铺满青石板的采石场 远远看去 竟然有一个屹立在圣柱上的古老城市 金斧也许就被藏匿于此 在第七关靠近浮宫城 终于引起了他们的不安 一只猎鹰人形怪物 坚决不允许我踏入其中 怪物的防御力很高 一般的普通攻击 都会被他用翅膀格挡招架 跳起来骗取猎鹰出招 在最后时刻空中斩击 才是有效的手段 最终猎鹰怪失去已能 展露出原形 原来 他就是身后城邦的国王 受到了儿子的蛊惑 暗中插手 利用我消除了前两个敌腿国家 最后顺势趁乱 偷走了金斧 好一招预榜象征 渔翁得利 还没等他说完 城内的王子施展天雷劈下 国王当场命丧于此 这才叫真正的爆笑如雷 这儿子 得了金斧失了爹 进入城堡内部 墙壁雕刻怪异图腾 忠心修缮了王子的巨大雕塑 消除了杂兵 他终于浮现出真面目 一招一招看起来似乎平平无奇 但是到了黑化的第二阶段 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玩家视榜大招 就会唤醒金斧沉睡的力量 Boss能够疯了一般的 无限制使用魔法 你的胜算就微乎其微了 大道质检 我靠着一招跳展压起身吃遍天 终于击败了 未得到金斧而封魔的王子 然而就在此刻 城堡突然滚石落下摇摇欲坠 还和危机中主角不忘使命 带回了金斧 在通关画面中 玩家终于可以见到 勇士守持金斧 一路安全返乡的画面 圆了心中的梦 不再因为金斧途中消失 而提心吊胆 也不再因为百姓 遭受欺凌而愤慨 这就是金斧系列的全部故事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点个三连而关注 也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我是好远的鱼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